每个人的家底是三千元 那么大家面临的第一个选择 A 砍掉玉米 花光家底 并向杜小满贷款两千 B 保留玉米 等两个月丰收后继续观望 再做决定 为什么要砍掉玉米建大鹏 对 今天再等两个月再建 不就完事了吗 没地 只有一块地 然后它这个大鹏的蔬菜 要赶在冬天上市 要在冬天上市 冬天的那个菜的价格会贵一些吗 对 但是也不一定是有风险的 大鹏是一个长久之计 一早点见 就像贝比说的 到冬天之前 你可以卖蔬菜水果 那个在冬天的时候价格更高 选A 这么果断吗 今儿已经定了 状态不错 你是有什么秘诀吗 我有个秘诀 第二 那就是杜小满 利息低 道账快 助力生意人的好帮手 等我建好了 我就日进斗金 拦都拦不住 说得有道理 做生意就得不愁资金周转 看来我也得选杜小满 我也选A 我觉得他俩说得有道理 那这不是把秘诀告诉你们了吗 那都不行 大家都知道了吗 杜小满的好处了 那我也选A吧 那妈都选A 都选A 我也选A 请我们选择A的村民 前往我们的杜小满梦想助力站 来领取你们的 两千元梦想助力金 来 我来给你们发钱 来 谢谢 谢谢 他们那个想法都是村里 你懒汉的想法 懒汉还有 还有跟我们说 砍玉米呢 我们又得砍玉米 又得建大庞 在大庞里还得种菜 这情况呢 除选A 只有雨琪 这边是选择的 CHS 带玉米 币保守 对 对 我觉得还是有风险 那你就观望一下 我不用观望 我就直接选B 我们看一下 各位成员资金情况的变化 付五千 不是付两千吗 五千是支出吗 玉米给点粒 好好掌 你在想什么呢 咱俩好不容易 攒得这么这儿切 就让你这么摆霉了 早的 中大碰 中大碰 我看你长的就像个大碰 好好地玉米地 微不毛地是啥 就他带着头 我八九年 结过一次了 你怎么呢 哥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万万没想到 八九年的胡可老师长这样 人生 骂完你就回去了 骂完就回去了 你咋就了 笑一个 你已经算了一个骂我 骂完就过了一个月了 八九年十二月了 一转眼四个月过去了 第一年大鹏的种植引入了新的技术 究竟各位的收成怎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两万 十二月就 不许 挣了这么多了 我收入 这是不是少了个零 保守了吧 说明啥 做生意还是不然太保守 他们种玉米的那波 是不是喝粥呢在家 喝棒啥粥呢 我们也过得挺好 不不不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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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啥有点 太要奢华了 那你说 就是互相都是邻里邻居的 我们可不可以管你们见呢 不见 不见 这个 跟两千元 莫小助力君